是不是已经很确定肺癌 它的分期分型 不知是什么 不光看CT片不能确定是肺癌 因为CT片我们是看它的影像 就像看人一样 看这个人长得慈眉善目就是好人 贼眉鼠眼就是坏人 这个但是不准确 有的人长得很慈眉善目 但他不是好人 所以这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他只是一个可能性 我建议这样吧 你又下不了决心 第二个的话 从17年到现在了 虽然看起来有点变化 但变化不大 稍稍有点变化 2.2个 是 而且它左边那边 也有 也有一个说什么 也没见说是多少人 也有一个不到一公分几毫米的 所以我建议了 你又因为他80岁了 你又下不了决心 所以我建议要不再观察半年 如果再大胎又变成晚期了怎么办 不会半年不会变成了 我现在这几天都睡不着 你一直在记车记车 如果不是这个该死的新冠肺炎 我找个带他过来 让你看看怎么样帮他拎出来 我看他的身体状况很好 如果做手术是 他是可以受得了手术的 虽然年龄大 但是他能受得了手术 他那天也表示 他说 我听你们孩子们了 听医生的 他说 你带我去广州 我去广州 你带我去广西一个大 我就去广西一个大 他很热爱生活 你看人家种菜种花 你看他就出去买菜 一起公园逛 身体好 但是他现在的话呢 就有一点怀疑 你这样 你要不你下次 带他过来 然后我看一看他 我跟他聊一下 就因为毕竟两公分多了 事实上所以我就以为 是不是已经 但我觉得不危险 因为是早期 是个磨玻璃 两公分 两年多不变化 应该是一个早期 我又不懂 所以我签讯了 我懂 我告诉你吧 我那些了 这几天都 睡不着觉 昨天晚上来 不用睡不着觉 不严重 睡到两三点就醒 就在那里了 不要担心 不严重 我听你这样讲